旁旁收收买拍架 阿哥我买买再买 歡迎來到27度公寓的頻道 我是五毛爸 我是五毛媽 在影片開始前 如果還沒訂閱我們頻道 大家記得先幫我按訂閱喔 那二七的粉絲們 在觀看影片的同時 愛別幫我點卡氣結讚唷 同時在我們資訊欄的下方 有愛用網站的連結唷 喜歡的人可以點過去看一看啊 今天看到我們桌上 青春第一泡 對 就是全聯商品系列 又來了 太棒太棒啦 相信大家整個過年 就在期待我們開箱 全聯系列的商品 叫我們過年休息 對對對 因此過完年之後 馬不停蹄的立馬去全聯 採購了這些全聯的新品 以及超夯的商品 回來一併介紹給各位啦 嗯 OK 那我們現在話不多說囉 立馬來我們的全聯商品系列 GO 這一道是 想成出的精華干貝燉機 那它在小石打上面的價格是 249元 我今天走過去看到它 159元 馬上就考不考慮 拿了放進那個籃子裡面了 對速度超快的 對速度超快的我有看到 哈哈哈 因為我跟妳講 之前還有賣到199元 哦 真的 這是史上最低價 哦 真的超lucky的 嗯 為什麼會拿到史上最低價呢 因為就看到它特價 OK 原因就是因為它明天就到期了 哈哈哈 各位 對 當店要出現了 既上上兩集呢 我們有7分滿跟6分滿的佛跳牆 還有 芋頭炊粉湯 沒錯 之後 哇 又出現了 King size的 這個是整隻雞耶 對啊 我超shock的耶 它的總內容物呢 是2200公克 那固形體就有750公克 所以可見呢 這肉是整隻的 對 對 而且你看這個雞腿 OMG 來來來來來 你最喜歡吃雞腿的部分啊 對不對 對 對對 來來 鬥手 鬥手 那它一起加在裡面燉煮的 我看到的有紅棗枸杞 然後薑片 以及蒜頭 所以我相信它的味道應該會非常的鮮甜 對 而且我現在在分割它的時候 輕輕的碰觸 立馬就讓我撈起來了 很像那個板的那個燉的雞 對 已經燉到很軟爛的喔 所以很容易分離喔 我先來試湯頭 那干貝的部分啊 它沒有給非常多 因為我撈啊 就會看到那種微微的小干貝在那邊飄 不是整個的 它已經散落了 所以干貝呢 不要指望它有太大的味道 超好喝的 你喝喝看你快點 它真的蠻鮮甜 而且喝起來輕輕的 讓我很想加蛤蜊下去 真的 對不對 它這一款啊 吃起來的湯頭 很像之前 普風出的那個 蒜蒜雞湯的味道 真的 嗯 肉非常非常的 touch my heart 真的喔 哈哈哈 對 它這個好像比較類似防土雞 很像我們在吃一整桌燉雞的時候 比較會常出現那一種小雞的肉 對 像是這一種已經燉煮到比較軟爛的肉質 因為我知道有一些人好像不太喜歡這個 所以要給各位特別看一下 有些人很喜歡吃雞有一個像滷雞口感嚼勁 你說那個咬勁對不對 對 它的湯頭真的非常好喝 而且我覺得勝過酸酸雞湯 你來吃出來 我也這麼覺得 它好甜喔 所以我覺得建議各位回來之後 加水 再加菇類還有蔬菜 蛤蜊下去煮整個一大鍋 4到6人吃都沒有問題 沒錯沒錯 嗯 好啦那這一道我們也是一樣囉 就 乾杯 這一道是 美味糖粗的 帶骨豬腳切塊 一盒109元喔 趕快來吃 喔 你在蒸煮的時候啊 我就聞到一股 濃郁的豬腳香味 撲皮而來啊 撲皮而來 撲皮而來 那要進重是420公克 裡面總共有4大塊 3小塊 很合宜 欸 它有驚訝到我耶 真的 驚為天人 喔 豬腳皮的Q勁 還保有著 而且整個味道露得剛剛好 不會太鹹 對 加熱食品來說 表現極為優秀 對 而且又有點微甜 OMG 這個 喔 喔 它的加熱方式啊 它其實是可以用微波的 就是它這個包裝是可以進微波爐的 但是裡面它有附一包醬料包 要把它拿出來再進微波爐喔 嗯 哈哈哈 這一包是蒜蓉醬 老實說我覺得它不需要 沾這個蒜蓉醬 它本身的味道就已經很夠了 嗯 欸 這一包 什麼粗的 美味糖啦 OMG 又是美味糖 哈哈哈 我就知道美味糖絕對不會讓我們失望的啦 真的 其實我本來要拿它的手想說 蛤啊 這樣子一小盒要109 可是我看到是美味糖的 絕對相信它 沒錯 真正是很好吃啦 這要是阿嬤阿公啊 牙齒不好的話 也很適合吃這一道 因為它吃起來啊 非常非常的 有沒有你看 很容易嚼 有沒有 沒有給它們吃的 哈哈哈哈哈 而且它非常的有誠意的是 像是這個蹄的部分啊 大家應該喜歡吃豬腳的都知道 蹄就只有蹄嘛 蹄的部分只有兩隻 然後呢 十足的中口這個 中間一點的 有帶一點肉的 它有給到30塊 所以我覺得它整合的 配起來OK 然後不敢吃肥肉的 我跟你講它一點都不會肥油 完全不會 嗯嗯嗯嗯 而且不會油膩感哦 所以這一道我們就 推推 這一道是 炸雞大絲 一包是159元 沒效果 真假貴 然後我大概是倒了半包的分量下去氣炸 現在桌上這一盤的分量呢 是 79.5元 對啊 它本身在外面的時候 門市販售就蠻貴的 那它打開的話 裡面會附一包泰式的辣醬 可以沾著吃哦 感覺一定很不錯 酸酸甜甜的 其實還蠻好吃的 那它的料理方式有三種 第一種就是氣炸 然後再來是烤箱 再來最後就是傳統的油炸 那氣炸的話它是180度 氣炸12到15分鐘 烤箱的話就是預熱到220度 放進去烤9分鐘 再翻面烤2分鐘 它的炸雞本身有點微辣也不外啊 外加它這個酸酸甜甜的醬 嗯也是有點微辣 所以吃起來 哎 來了 它不是微辣而已 它是有點辣 它有一點像是 嗯它有點像是我們去吃麥當勞炸雞 它會突然間出現有一個辣椒粉的感覺 啊對紅紅的 嗯紅紅的 會吃出它辣的感覺 所以不敢吃辣了 你就不要選擇這一道 那它不錯的地方是 它用的是五穀雞腿肉 所以我覺得吃起來整個還不錯 然後炸過之後 以冷凍的表現來說的話 算是優秀 優秀 因為我們氣炸之後出來 覺得吃得到它的酥脆感 如果價錢可以再更親民一點的話 就更好啦 嗯 嗯 還買啊 還買啊 好啦 那這一道我們一樣就 開推 這一道是 義美的芋頭酥餅 這樣一包是89塊 裡面打開來包裝 就像蔥油餅這樣子 裡面總共有五片 那平均一片是17.8塊 哦 一片17.8塊哦 那也算可以 這可以啦 嗯 阿娘 它這個上面啊 都是 芋泥 我吃到滿滿的芋泥耶 它很像嘉義那個冷凍芋桶 有像耶 我總結一下 香香酥酥酥我不好吃 阿哥我不會再買 哈哈哈哈哈哈 它沒有難吃哦 但是因為我覺得我想要吃到鹹的 它甜又沒有很甜 所以會在這個麵皮中呢 就是只有淡淡的味道 對 我希望它再多一點精彩豐富刺激感給我 沒錯 但它沒有 它非常的平淡 所以我對它沒有記憶點 所以可能就是 sorry 所以 極為普通 這一道 對 那每一個人的口感都不一樣啦 嗯 所以這一道就挑人吃啦 沒錯啦 換下一道囉 對 來 go 這一道是 淡水林家的 馬告胡椒豬肉包 一包62元 味道很好 而且最讓我驚訝的是 它這一包裡面總共有8顆哦 哦 平均一顆是7.75塊錢 哦 你看看你看看 這個真的是不是我在說的 看起來就非常非常的好吃 麥克風 哦 什麼叫麥克風呢 麥克風 就是原住民的香料 yeah that's right 其實就是胡椒 嗯 嗯 好 那它這一顆大小我覺得 頗有誠意的 直徑大概有8公分左右 的手 嗯 麥克風味十分的榮譽 它中間的餡料 會讓我吃起來很像在吃胡椒餅的感覺 那它胡椒的辣也不會到很辣 就是有微微的辣 所以不能夠吃辣的應該可以接受 但是會滿口那個胡椒的香氣哦 沒錯沒錯 那它這個麵皮裡面啊 是有湯汁的耶 它裡面包的料不會算少耶 嗯 然後麵皮也OK 對 麵皮吃起來滿Q的 它算是經濟又實惠的包子 對 我覺得挺不錯 這是哪一家出的啊 淡水林家 哎呦 不錯哦 淡水的 這次出的不錯哦 那它經典的其實是那個 香蔥花捲饅頭 哦 哦 那是它經典的 那除了馬告之外 另外還有蔥花豬肉 我覺得不敢吃辣的朋友 應該要選蔥花豬肉 那它豬肉吃起來沒有臭豬味 所以我覺得還可以 那之外 好啦不錯不錯 那這一道我們就 最推 這一道是 福祭的 阿薩姆茶葉蛋 我今天是49塊買到的哦 嘿嘿嘿嘿 厲害厲害 那它原價是79 一二三 總共六大顆 不錯不錯 CP值很高 這個裡面啊 還有一個 乳包 一點醬汁 嗯哼 各位還有一個方法 是的 就是再加水 然後加醬油再加點糖 下去 然後再切豆干 切杏鮑菇 就可以一鍋滷味了 來了 真的 而且 非常的豐富 嗯 我已經聞到它的香氣了 對 它八角味還蠻重的 嗯 有哦 它有八角 然後小茴香啊 花椒 肉桂 當歸 甘草 黃旗 重點是 它這個好好剝哦 我們跟各位講 現在蛋真的很難買 所以如果買不到 一般的白蛋的話 哈哈哈哈 真的一樣哦 哈哈 你們就趕快買這個好了 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 好不好 還很多 可是雞蛋幾乎都買不到了 我覺得它不輸給那個 日月潭那邊的紅茶茶葉蛋 真的假的 真的啊 是哦 嗯 但如果要跟喝喝茶比 可能喝喝茶贏 我覺得喝喝茶的茶葉蛋 真的是我 吃過的最好吃的 嗯 它整個滷到很入味 很可以 嗯 對 而且 中間蛋黃啊 也非常有味道 不會讓你覺得很像在吃那個 乾乾的東西 對 而且 蠻juicy的哦 它沒有乾乾的哦 嗯 很可以 水分蠻多的哦 嗯 然後的確很入味 嗯 平均一顆約莫8塊多 真的嗎 對 真的啦 這個也需要用計算機 6顆哦 對啊 然後49啊 6848啊 8塊啊 對啊 對不對 哈哈哈 應該我拿起來算 所以這一道我們也是 覺得不錯 對 這道不錯 對也是推推啦 那我們今天總共吃了6道 好 那你會再回購的是哪一道 就是美味糖的那個豬腳 哦 嗯 Q彈 然後呢 拐拐拐拐 其他都處於普通的範圍 對 安全範圍 嗯 然後除非它有下沙 我可能就會再拿 對 如果那個精華那一道 一直維持在159塊錢的話 我就會買 哦 對 對 它如果200多塊的話 我個人不會買 嗯 好的好的 那我們呢 今天跟你們介紹 全年呢 商品的系列啦 嗯 那今天也已經出久了哦 有一些開工三天 有一些開工好幾天了 啊那沒關係 大家開始熟心了 那我們一起迎接 美好的2022 那為這新的一年 一起加油努力打拼哦 yes fighting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呢 就介紹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訂閱 按讚和分享哦 那每週三五日的晚上八點 都會更新影片 要記得收看 那記得加入我們社團 還有追蹤我們的IG哦 沒錯 在這邊跟你們say goodbye啦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